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第十题 第十题 它说缺略值的x-2 小于缺略值的x-3 好 那这个题目要怎么来解呢 要来解这件事情 那 我知道缺略值 如果你把缺略值去掉以后 就比较好算 可能去掉缺略值要怎么办呢 那可能你如果确定它里面的正部分 就可以去掉了 可以用讨论的方式来做 那当然啦 我们这个地方 要把它去掉缺略值也可以用平方来做 那这个缺略值是一个正数 这个也是一个正数 那我们两边平方 这个不等式它不用并 所以把它这个x-2平方 跟x-3平方 如果两个正数原本比较大的 平方之后还是会比较大 那原本平方 比较大的都是正数的话 那不平方 不平方的时候也会比较大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一样 是一样的 如果正数 那接下来呢 平方就表示正的 那正的就可以不用绝略值 所以你就会得到 变成是x-2平方 跟x-3平方 能做比较更好 那平方 那平方 a-b2平方 可以把它画成a平方 -2ab 再加上b平方 那这个直接写了 然后就减4x-4 这东西都很熟练 那么小的这个也是一样 那这个s平方 减掉2乘的x乘以3 的话就是6x 加3的比方是9 所以你把x平方 可以把它削掉 一向以后就削掉了 那你这个是减4x 这减6x 这边比较大 那么你移到比较大的这边 好 那这样减4x加6x 就是你变成你 这里两个x 两个x 然后我们数字 就移到另外一边 这4加4过来减4 9-4就更0 那一向而已 所以你可能是 不会变好 然后两边再乘 乘上2分之1 或者两边处理2 那这样就可以得到乌计 就是x 6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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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跪了吗